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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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過來, 你再問我, 我燒掉它 不是, 燒掉你 哥哥, 你敢? 我不敢? 你用新髮型吧 我的頭髮 李宗盛 阿姨姐 小心 走吧 別過來, 你過來我再燒你 伯伯, 不要走, 別丟掉莉莉 伯伯大個女兒, 有自己的世界 她又漂亮又漂亮, 很多人喜歡她 她不再是小朋友了, 她不要娟娟 你又沒有結束了, 明白嗎?莉莉 為甚麼?為甚麼人大了想不要朋友 為甚麼人要長大 是呀 莉莉, 你是不是很害怕? 不用怕, 我會陪著你 永遠不會掉下你 莉莉 莉莉, 我記得了 莉莉是我的好朋友 我永遠都需要莉莉 伯伯 大師, 剛才那些東西真的很厲害 剛才那些是甚麼? 大師, 你還在嗎? 大家不用怕 那些東西我上次跟她交過手 我十分一公里還沒出 嚇到雞飛狗走, 不用怕 好了, 各位 你們可以先躲一躲 那此意你, 日基大師 走… 對不起, 莉莉 那次我不是有心扔下你一個人 為甚麼你當時扔下我一個 在郊野公園? 對 那次是我自己不小心 我操心大意 我已經叫媽媽馬上回去找你 但她不肯 她說反正我已經長大了 不應該再玩玩偶像 再玩會被人笑的 那媽媽也對 莉莉也不想你被人笑 她根本就不明白 莉莉是我最好的朋友 只要莉莉在這裡 甚麼風吹雨打, 行雷閃電 我所有事都不怕 因為莉莉 我永遠都不會覺得寂寞 莉莉, 大人的世界很複雜 你實現自己的理想 需要挑戰很多困難 我需要莉莉莉 我需要你給我更多勇氣 無論啤啤你想做甚麼都好 莉莉都會永遠支持你 現在的女人真是變領化化妝 你懂什麼? 這些是女人的情依 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不行嗎?不行嗎? 媽公仔 我就是喜歡替莉莉媽公仔 莉莉, 我們回到家 設定個漂亮頭, 換個漂亮的衣服 還替你換上新的高跟鞋 還派到香水, 你就可以由一個女仔 變成女人 像我這樣, 這麼有女人味 這麼有女人味 啤啤, 本尊一早覺得你要更不同 你不但外表清純可愛 還心底善良, 愛人如己, 有情有義 本尊真是越來欣賞你了 好了, 女人朋友回到世界和平了 不關男人的事了, 試試 你走 怎麼了? 雖然你便便的太… 不過你幫我找回莉莉 我也要謝謝你 她跟你好比跟我好 不過問題來了, 你怎麼找到莉莉? 加上是撿到的 男人老狗撿過公仔? 你說的, 我便便地泰 是, 你是便便地泰 不過你怎麼知道莉莉是屬於我? 跟你三五識七, 我又沒有在公敲場合 提及過莉莉 難道那個公仔自己說你知道嗎? 你帶莉莉來到電視台 那些古怪事就接二連三出現 剛才我還看見你 和莉莉在說話, 神神化化 你以為我看不見嗎? 這兩個人挺煩的 想不到啤啤你看似天真可愛 但原來心細如塵, 為則難心 本川對你了解多一分 就對你欣賞多一分 讀小鎮行不行嗎? 你跟誰說話? 讓貝貝貝知道我喱喱 他一定當我是妖怪, 不會原諒我 說吧, 究竟這怪事是怎樣的? 我告訴你 這個世界有精靈 精靈? 就在你眼前 你是精靈? 別告訴別人 啤啤, 雖然本川很想現身和你相見 但是我何天命難為 本川不可以隨便和犯人接觸 只可以默默地祝福你 下半有期 謝謝你, 高石這麼多 好 再說一次 別告訴別人 正所謂人無橫財不發 我一會兒買了一輛車, 我就過大海 今晚殺他幾塊東西, 我就救給他 這麼謙虛, 賭神 發財人人有份 要禁錢就馬頭等等 雖然你是押忍感 但是你也不用如我了 我駕駛這招就回歸了 龍貓仔和龍貓女很想念爸爸 你這個老婆也不夠重要 做了兒女 你真是奴隸秀, 我不管你 小馬, 過大海, 按錢 來不來? 不要了, 我還欠阿彪的錢 多多兩招還錢就好 你去吧 是 你出事嗎?你怎麼開車呢? 我撞到人了 什麼人都沒有 哥, 你看見我嗎? 不好意思, 嚇倒你 撞一撞, 骨頭好像鬆了 謝謝你, 哥 你見不見到? 看什麼?你聰明嗎?開車吧 香港的法座, 不好意思 石斤, 我的天眼還在開 竟然? 照計零力一個 你應該回復正常才是 我還看見那些事 本尊記起了 想當日本尊司法替你打開天眼的時候 已經覺得有點古怪 是 想必是本尊驗的船多了靈力給你 那怎麼樣?什麼時候才撞起來? 快則一矽之間, 萬則數十寒暑 時日皆天意, 可長亦可短 你屁股, 我前世欠你嗎? 我叫你找豪仔, 你就叫一隻鬼蛙上來 幫我開天眼就關不上 我現在每晚七十四, 每晚見鬼 本尊早就跟你說過, 烈魚常人 意外是你的問題, 並非本尊的錯 而且本尊所做的, 都是應你所求 官辭兩把口 你精靈的靈智三把口 無知犯人, 本尊也不想跟你苟前不休 本尊現在馬上司法 再次照顧好了出來 還你一瞭之一 從此各行各路, 不再干涉犯人俗屍 不要, 免得你又怎麼坐上 找了那些妖魔鬼怪上來 對, 我很想找豪仔 但是不想這麼早死, 直接下去見他 本尊師現靈智術都從未失手 都不明白為什麼上次會 照顧這麼多豪仔出來 但寶珠欠你的恩情, 一定不會還 你放心, 你在這裡白吃白住 我一定要你還的 還有, 我明天是你閃之前 你不用自己走 媽媽, 阿鵬聽不到吧 黎媽用果皮蒸, 藍耳燜雞 你說游水蝦呢 白灼好還是豉油黃好呢? 難得你肯煮, 就算是微波爐丁 馬桂也照顧吃 還老母, 我也算壞 好日都不煮一頓飯給兒子吃 那說話也別這麼說 哪裡有媽媽不疼兒子的 對, 像今天這樣, 馬桂不用開工 你馬上去街市買菜 最近你們母子倆多好 姐姐, 你不是又想了迷信的事嗎 是呀, 我在想 我對他這麼好, 我煮飯給他吃 會不會害得他更甘 你這麼想, 就算你真的欺負他 你對他壞的日子 他有沒有中過六合彩? 是呀, 那就對了 你對他好的日子, 他怎麼樣 最多就是…踩狗屎, 是嗎? 所以不是說, 人的事是說不定的 何必是為了虛擬的煩惱 放棄實質的幸福, 是嗎? 那倒是, 但是… 自…什麼不過 剛才買菜的時候, 你也沒那麼懶惰 你現在買完的菜回來 難道…難道不煮嗎? 煮? 為什麼不煮? 明明你才是主婦 為什麼你現在變成我做廚師? 你下手煮, 我旁邊教你做廚師 那就不是我煮了 這是什麼邏輯? 寶妍師, 吃我煮 浸菜要加鹽, 西芹要吃嫩 燜雞分兩邊 油滾鮮落鑊, 香氣碟中炒 我也懂得口訣 蒸魚切蔥兩串長 普通的蔥粒一串一串, 對嗎? 夠命, 你這樣倒下去 天下還沒煮完一頓飯 很快, 讓我來 讓我來 等一下… 很快… 很快… 這麼香煮飯嗎? 有趣 既矛盾, 益和諧 各思各法, 但又相得益彰 凡人雖然愚昧, 但亦相當有趣 很香 很香 住家飯了 別誤會, 與我無關 這是我向姐姐學習的學徒功課 你媽媽沒那麼…神心 當然沒有 這頓家餚明明是蒸蒸和有為共同心別 我現在蒸蒸要撇清關係呢? 多事 但是聞也覺得吸引 吃起來一定更燒雲 南乳燜雞, 白灼蝦, 蒸泥蜂 全部都是我媽媽的拿手小菜 都說不是我煮的 這個蒸水蛋蒸得像火星表面一樣 完全是你個人的強烈風格 不過不要緊, 一家人吃飯 什麼事都沒所謂的 最重要是好吃 煮完糖水, 補完素 沒有我教你, 你懂嗎? 冰糖片糖, 你還未分得清? 姐姐, 你要教我才行 兩個人都吃了貓味 還不是想煮一頓好東西給我吃? 這些就是金玻璃 你幹什麼? 我有幾件事要做, 回來再吃 你還沒吃, 什麼東西留給你 回來再吃 姐姐, 怎麼樣? 真的用心? 怎麼樣?好一點嗎? 你的表情還是這麼悶? 本尊不知道如何解釋 本尊貴為精力, 乃天地正氣所生 不像你們有血有油的凡人 有各項生理需要 那豈不是少了很多人生樂趣? 本尊剛才看著你們一家人 開心心地吃飯 一種空洞的感覺就由內而失 本尊從來都沒試過 好像想吃東西 但是人家真的想吃東西 總之就像你們凡人所說 不知如何 我明白 本尊都不明白, 難道你明白 這種感覺 我很小時候也曾經有過 那時候我看著豪仔一家人很幸福 有爸爸媽媽親的時候 我也有這種感覺 這種感覺叫做葡萄 葡萄?就是酸酸的, 稀稀的? 你不是說過不要小看心的力量嗎? 只要心念夠強 宇宙萬物來成全你 那如果我真的很葡萄 很葡萄豪仔 會不會簡直害死他? 按道理, 也不是沒有這個可能 你怎麼會這樣問? 死吧, 葡萄豪仔 你們還有一位小貓是居底 我就說要不要出來 很可怕 還有一位發漏草 來吧, 靜雞還沒想到嗎? 你們燒夠了嗎? 小貓, 不要打 小貓, 這裡又來 他們燒你 算了, 我們去其他地方玩 我不走, 水塘又不是他們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在這裡玩 別說欺負你 我們一起潛到水裡 誰最快想回來休息, 誰又壞 如果你們贏了我們 以後就讓你們在這裡玩 好, 如果我們贏了 以後我和豪仔就做航摩殼 你們三個都要做妖怪給我們打 小貓, 不要, 媽媽, 這裡很危險 千萬不要下水玩 豪仔, 你大膽一點 不要讓我們看 但是我想回家 爸爸媽媽說今晚沒帶我吃西餐 然後還要看電影 想走就走 我當他們比賽 一個人都贏了 好 來吧 你別看 小貓, 不要, 回來了 小貓 小貓 小貓, 你不如跟我回家 叫爸爸媽媽 把你去吃西餐 一起看電影 我不用理會 來吧 1、2、3 小貓 小貓… 小貓… 小貓, 你快點過來 不要怕 不要怕, 我們回來 豪仔沒再回來 沒得再和爸爸媽媽去看電影吃飯 沒得再和我去玩漢魔俠 豪仔雖然是因你而死 但是易飛全心想傷害他 豪仔死了不久之後 他爸爸媽媽就離婚了 他媽媽差點精神崩潰 假裝不久之後就收養了我 我一直都很羨慕豪仔是一個 很疼他的媽媽 但是反而豪仔死了之後 他媽媽做了我的媽媽 所以你覺得是因為你態度的豪仔 你的念力何死了他 你說的, 心的念力很重要 連想也不去想就不會去做 如果我不是太過道歉豪仔的話 就不會和人鬥水 豪仔就不會下水幫我 可能他不用死了 心的力量是不可小 但也非唯一的因素 豪仔這個意外只是結果 背後是有很多原因和條件造成 你的妒忌只是一分助力 所以你沒必要過份指責 真的不是我的念力, 害死了豪仔 本川幾千年來的修圍 都做不到用念力殺人 更何況你只是區區一個凡人 你太高顧你自己了 話說回來 那晴晴知不知道 豪仔是因為你而下水嗎 我沒勇氣跟他說 我不想失去你的媽媽 我不想當孤兒仔 是 二戀幸福, 欲乃人之常情 沒得不怪自己 原本今晚可以回家吃飯 享受家庭樂的那個應該是豪仔 我真是個孤兒仔 但是現在要流離浪蕩 無價好歸的那個反而是豪仔 我覺得我好像偷走了他的幸福 人最難求的是內心的平靜 本川終於明白 為什麼你這麼記掛豪仔 這麼想見到他 雖然本川只有豪仔的形象 但也能感受到你們豪仔的思念 至少我想跟他說一聲對不起 小馬, 或者你天眼未關 可以和您接觸 只是上天被你贖罪的契機呢? 小姐, 既然無法一步登天 我們就回歸基本 一步一腳印, 見靈就問靈 然後靈又問其他靈 一傳十, 十傳白 你用靈界的網絡 帶給豪仔的消息 那豪仔就是大海鬧針 萬一找了一些惡靈, 怎麼辦 只要有行心, 鐵柱磨成針 如果你願意的話 本川可以陪伴你, 保護你的平安 直到你找到豪仔為止 你不是要航摩嗎? 找豪仔一年半左右不定 十年半左右也不定 本川歷盡千八年的風霜 數十年不蓋彈指之間 何況找豪仔和航摩可以同時進行 兩者一壁無敵俗 聽到有點突然 只要心念夠強, 宇宙都會來成全你 本川相信總有一天 你可以見豪仔 請進來, 隨便參觀 我大學收回NAS的 自己又喜歡畫畫 見工廈租金不太貴 就租一個地方做畫室 平時我就自己一個人在這裡畫 畫得累就在這裡睡, 睡醒就繼續畫 全部都是你畫的嗎? 畫一般而已 我就不懂藝術 但是我覺得你的畫很大便 很有想像空間, 感覺很強烈 我教授說我的畫風會令人不安 太少眾, 不夠商量 他叫我多天畫一些 山山水水, 花花草草 感覺平靜一點, 才容易吸引買家 我想他也說得對 我應該轉行其他風格 我很喜歡你現在的風格 就算全世界喜歡自己 自己也不喜歡自己的話 有什麼意思? 會欣賞你的人自會欣賞你 我不想你妥協 因為你已經是最好的 我去拿點東西給你喝吧 不好意思, 我只剩下咖啡了 不要緊, 在這裡喝咖啡 看看畫應該挺舒服的 你喜歡的就多上來吧 好, 你有空的時候不要妨礙你了 你哥哥不在這裡 我應該和他多點關心你 對了, 你之前說找到那個叫 馬貴的的士司機去問我哥的案件 問得怎麼樣? 他本來也不是你什麼好人 根本就心虛怕警察, 不肯跟我合作 但是他最是一個接觸兩個大賊的人 他不說不是什麼線索都沒有 我自己有我的方法 之後我會得到一份 關於傷經案的調查報告 到時可能會有新法案 自己的方法? 一點你不會想知道的方法 但是非常時期, 要用非常手段 我這樣做只是想查出 紅顏無人的真相 幫你哥哥拿回公道 其實我可以的 不過, 你的醫院這麼忙 不用經常陪我 那你就當是幫幫我吧 我也有時候想偷懶防減 對了, 你爸爸身後事搞得怎麼樣 要不需要我幫忙? 你已經幫了爸爸很多 反而我當兒子 沒什麼為他做過什麼 現在只要少讓我一手一腳 幫他辦最後這件事 現在沒什麼人用菲林相機 是啊, 我就是喜歡這樣 不只得數碼相機 可以拍完刷刷再拍過 每按一次快門都是一個抉擇 每一架菲林都是可有不可在 感覺就好像捕捉生命一樣 你別動 我其實不會選擇了 你還要選擇? 我不是選擇的嗎? 我以為你選擇 我還沒選擇 我買了這種事 你連他買了些人 你買了什麼東西 我買了那張小朋友 你買了這個東西 我買了錢 我買了這些東西 你一定最好掛念她 你這兩年這麼辛苦才熬過來 最想我不在你身邊 日子是很難熬的 不過幸好這段路有一個人陪我過 說你也不相信, 是一個的士司機 的士司機? 上次你知遇見過她的 每晚下班我都會坐她車 不知為何呢 有些事跟家人、朋友、同事都說不到 但在的士上對著一個陌生人 反而可暢所容忍 在我最難熬的日子 幸好讓我遇到小馬 臣ект一臣 求你繼續保佑我豪仔和馬桂 這些白糖糕是我親手來效敬你的 慢慢享用吧 媽媽, 上班了? 有白糖糕多了, 吃吧 趕著上班, 吃 是 牛肖卯丹, 浪費你媽媽的心情 快點吃, 還要去撞邪問猴子下落 猴子多年燒焦, 不餐了他一時三刻 我們今個星期問了五個老朋友 什麼算數都沒有 欲畜則不達, 你有耐性 時機度自然就會遇上了 你幹什麼? 媽媽 你幹什麼? 神石的耳朵有陳原舊跡 我加點香花油, 它會餓也沒那麼餓 神石Spa? 小媽, 今天本尊不陪你了 你自己專心去撞邪 不是吧?你不陪我還去撞邪? 我也是專心跟人類打交道, 撞錢算了 你們上次教我塗的爐匯真的行 我一塗就敏感就沒有了 真好, 我經常幫兒子塗爐匯 所以皮膚又白又滑 像一團麵粉一樣 我早點認識你們, 我的皮膚就不用太差了 力哥, 不舒服嗎? 沒事, 這是救魂 打臉打得嫂痛, 偶爾也會發作 來吧, 幫你搓點東西 快點, 快點, 快點 你的手這樣, 不如明天休息吧 不行, 我最多回家休息就沒事了 這個月, 葉祖加租 少了一天, 就少賺錢了 力哥, 你真是有口說人 沒口說自己的 對, 又叫我別這麼賣, 還要賺錢 怕捱壞他的身體 就是, 我這個發展行也沒跟你算 其實兒子經常倆在我們跟他玩 明天休息吧, 帶兒子去九龍仔公園玩 來吧, 去吧 好 就是他了 好… 早安, 你哥, 力嫂 好 差點忘了問你, 小馬 痛的女孩子怎麼樣? 出了一次街, 吃了一次飯 他又約我再去吃飯 那就好, 一次生兩次熟 三次是大結局 實話都沒有一筆 我和力嫂出了兩次街之後 第三次去九龍仔公園 之後他就有了嬰兒了 又不說我沒面子見人 難怪力嫂這麼喜歡去九龍仔公園 沒面子見人… 最壞都是你… 我不是應該也約紫若去九龍仔公園嗎 紫若, 你下班了嗎? 糖水泡? 小馬 阿貴, 我們眼闊肚窄 碰得太多東西吃不炒不想浪費 你不介意吧? 你們一起吃糖水嗎? 不只, 我們吃了很多東西吧 紫若說你介紹了很多好吃的餐廳 我們就試試吧 大埔街市波羅蛋和奶茶 真的不錯 你怎麼不去車裡打? 走吧… 紫若, 你記得嗎? 我們小時候最喜歡玩什麼遊戲 我當然記得了 又來? 一、二、三… 不行, 看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你輸了 好的, 我這次不會這麼快 慢一點 謝謝 方Sir, 你去下一站去哪裡? 我在這裡 不用站著, 私底下走 難得有人肯看我拍照 我不放過你 怕你 首先, 吃糖水, 再見 謝謝 我輸了, 請問我 我輸了他年紀兩年 升降機還沒去過嗎? 那個人就一乎入洞 他們畢竟是很年輕 醫生姐姐一分鐘沒發現 已經認識他 豬也一分鐘還給他 你還在這裡花生 是你叫我上的 又說什麼司機乘客最容易搭上 人家坐你的車 欣賞你的服務 替你爹多兩句, 對你喜愛一點 你們當你什麼? 當你巴車司機 頂當就當你是兵 不一定有夏文, 老闆 不對, 他跟我談心事 他的秘密沒有跟其他人說 只是跟我說而已 真的? 真的 那我保證你沒人走 為什麼? 是, 我們沒有拖過小手 但是有心靈交流 比情侶好, 同台吃飯, 各自打遊戲 人家當你心靈攻刺而已 為什麼人們這麼喜歡 跟我們的的士司機經濟? 一種心靈上發善 你又不認識我, 我不認識你 說什麼就行了 下車, 做回正常人 最慘的是什麼? 完全沒有手尾筋 在車上和下車是兩個世界 他在車上對你怎麼好都好 下車, 認識你老鼠嗎? 他跟我很熟悉, 是因為當我是陌生人 是熟悉的陌生人 替我放進去, 來吧 臭味、汗味、男人味 交在一起 很棒 究竟我們是甚麼關係 難道一天是朋友,一輩子都是朋友 學來天王話齋 但願不自是朋友 小媽,其實我們怎麼知道是朋友關係 那我們是甚麼 你對蜜蜂再滿足不了我 你對蜜蜂,我問過你那塊蜜蜂 我真的很想要,我忍你好了 小媽 蜜蜂 我喜歡,小媽 來吧,死變態老 你還好 小媽 小媽 下星期的走路燈又排到凌晨 又要出外景嗎? 那拍拍一下天亮了 你有沒有想過你是不是得罪導演 小媽,不如跟高層聊一聊吧 你的的士到了 你上車休息一下,你可以 蜜蜂… 我簽個名吧 蜜蜂要休息 我還沒想過了,會弄傷她這隻眼睛 我不會理你了,我先上車 我支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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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的粉絲真是煩,誰阻礙你 謝謝… 不好意思,小姐,趕著找吃 你也好 不好意思,我先上車 我先走了, 遲些再去找你們簽名 再見… 上車了… 又是你?這麼巧?去哪裡? 打電話的時候又不說 五百元, 隨你兜 總之你車照開, 標照跳, 跳成它為止 神經病, 客人真的不少 今晚又多遇上一個 那我們開始了, 小馬 我們基本資料開始 你身上八字是什麼?什麼時候生日? 熟什麼?什麼星座的? 你搞什麼?查家宅? 你以為你接我這麼巧? 我起了利底, 知道你駕駛的士 打電話的時候特地點你的名字 你是不是玩東西? 我不打女人的 不過你玩東西, 就載你去警署 等等…你先冷靜點, 我沒有惡意 其實我是對你有點好奇 想問清楚你的事 你上次不是說你是精靈嗎? 你是不是這樣也相信吧? 神經病, 我當然不相信 你當我是傻的 不過我覺得就算你不是精靈 你也一定不是普通人 快點說, 我現在就要知道 你是一個什麼人? 我只是一個的士司機 果然是真人不露相, 露相非真人 不像那個日基大師 經常在騙神騙鬼 只想抽我水 不過你越是否認 我就越覺得你是一個高人 你老闆平時都是這樣嗎? 他還沒吃藥嗎? 寶寶, 他很清淡、很清潔 你又不讓我說話? 你助手吧 很涼的, 你開大了個冷氣嗎? 原來又是那個味道 什麼?你又說什麼? 師兄, 我知道你見到我 寶寶在我們的圈子很受歡迎 她是很多人的女神 集集節目也推到原場 我還在她後援會會長 可惜她不知道我存在… 你也知道她看不到你了 和你的粉絲說個高興 雖然她不是人, 你也給了禮貌 你別玩了 說真的, 你又不相信 阿粉絲, 弄個恐怖的樣子去看 不要 我不會碰你… 謝謝你, 師兄 我可以回去跟Tapad 榮耀一下, 你先替我看著寶寶吧 原來每個界別都有獨藍 不用怕了, 啤啤, 鎮定點 Ivy姐教導, 無論槍林、彈雨 十級地震 我們對著鏡頭就要鎮定 要專業, 繼續做訪問 我中學畢業, 讀書不成 分工又做不長 後來朋友介紹就開的士 對, 起初沒想過鎮得長 誰知鎮著鎮著鎮著就有五、六年 為何我來人生這麼無聊 你人生有多精彩 精彩, 我要做新聞 雖然我現在距離我的目標 距離還是很遠 不過我已經想過了 我雖然不夠鎮定, 經常很害怕 當然做不到記者 我連鬼都害怕, 怎麼應付大場面 所以我會努力, 趁這個機會 好好鍛鍊我的EQ 終有一天, 我有信心 我一定可以實踐我的夢想 夠不飽了, 下車 這裡是哪裡? 沙頭角 沙頭角? 那…那我怎麼回家? 其實我是司機, 我開車就快了 開車? 那我下車才找尾數行不行? 別請我話題, 感情生活怎麼樣? 我女朋友, 你叫了身嗎? 感情問題不行 你給我一個資料, 我看完了 辛苦了 不辛苦, 應該的 那兩個賊犯過很多次案 為了錢, 殺人, 綁架, 甚麼都做得出 他們每次出動前都會有精密的部署 行動非常穩潔 槍法神準, 一擊即中 而且每次都可以逃脫出警方的追捕 他們有沒有信奉這些邪教或古靈精怪的事 沒有 好, 嚴師姑姑, 有沒有驗到他們的吸毒 或者吃虧的習慣? 也沒有 那次我跟他們交手 感覺他們好像人形野獸一樣 反而很敏捷, 觸角很敏銳 令他們可以避過危險, 走出攻擊 根本就是異於常人 你想想, 如果人擁有野獸般的觸覺 一定不得了 但這種能力會有得到嗎? 你說起上來, 有件事我覺得怪怪的 不過應該不關事的, 可能我多心而已 說來聽 警方在搜索賊鬥的時候 發現了一棵鼠尾草 視問好像野獸那麼兇悍的人 又怎麼會有閒情人自中盆栽? 警方到現場的時候, 棵日已經敷了 但是黑色的鼠尾草真的很特別 所以我很有印象 我媽中的都是黑色鼠尾草 今天真是無風無落, 開工等下班 真棒 荃叔, 聽到嗎? 什麼?聽到什麼? 碗頭位到康蓮大廈有居民投訴 說大廈裡面傳出怪聲 你們幫忙去看看 是嗎? Roger, 三、二、三、二, 現在過去 阿Sir, 真是很奇怪 凡是一到晚上就聽到有些怪聲出現 槍戰那兩個大廈的鬥口就在上面 老鼠 阿Sir, 不知道人家還有什麼? 老鼠… 小招職… 老鼠… 別救我… 快, 走… 這是什麼? 老鼠… 小鼠招職 不要 阿Sir, 殺我 阿Sir,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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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Sir 阿Sir, 走 阿Sir, 走 阿RS 阿Sir, 走 阿Sir 阿Sir, 走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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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